那一年相遇 人生有了你 动静如昔 飘赞看着情谊 相知相惜 不论你在哪里 人生里有了意义 因为有你 人生有了意义 亲爱的导师 还有现场的来宾 还有我们现场的超马家人 大家晚上好 好 我是智陀 本名姓王 名智陀 智就是大宇治水的智 陀是庞陀大宇的陀 就是现场有很多人在开心的微笑 因为这个介绍词已经讲了三年了 还是这个介绍词 但是智陀还是要继续讲 这个陀就是佛陀的陀去掉 左边的腹翅膀 摆成水翅膀 那么智陀从民国73年出生 一直到我有议事以来 那我的国小 国中 高中还有大学 我在家庭里面所承受的都是 父母之间一个不圆满的一个境 那在大学毕业了之后呢 得以来到一个公家单位来任职 那在任职的隔一年呢 毕业之后的隔一年呢 我就买了房子了 在桃园的中立买了房子了 然后呢 过了三年之后呢 我把这间房子卖掉 获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一百万 那个时候26岁 接下来呢 开始的后面很崎岖的一些路程 为什么呢 接下来呢27岁呢 我呢不知道为什么 头脑好像有一点问题 跑去中校东路市段 去开了一间服饰店 结果呢 这一间服饰店 一开过了三个月 旁边多了一间店 叫做Zara 然后呢 再过了半年呢 对面的什么百货 名要百货 那为什么讲名要百货呢 因为 UniPro在里面涨店了 所以呢 这个 再继续接下来一年多呢 终于不堪负荷 就把这个服饰店给关掉了 那个时候呢 我已经迈入了即将三十而立 已经二十八九岁了 那接下来呢 也感受到很感恩天地的祝福 在三十岁的那一年呢 我出国去工作了 然后呢 后来呢 出国回来之后呢 那个时候我有一位 交往两年多的女友 本来呢 计划着归国之后就要怎样 结婚嘛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感受到 父母不圆满的那个境 那就会呢 去想要自己有一个什么 圆满的家庭 对不对 这个是人之残形嘛 没错吧 那没想到呢 这个辛辛苦苦出国 所积攒下来的这个薪水 还有自己过去累积起来的这个 钱财啊大概两百万 全部都被这个女朋友给夸光了 对啊 其实真的很悲惨 但是大家还是觉得很好笑 那人家都说啊 这句话也讲了三年了 人家都说啊 男人怎样 一世人怎样 会逢一次 但是不对 男人也会 因为我把我的邮举本质 还有印章 他存着连T款卡都给他 你看喔 花的很彻底 很开心 对不对 那个T款卡一插进去就零了 那 所以呢 后来回国之后呢 也发现到自己的某些问题 在我32岁的时候呢 我就因为某个原因呢 接触到我这一本 这一本千年之约 相信呢 在场的一些嘉宾 还有我们的超马家人呢 相信也是拿到 在你那个生命转变的那一刹那呢 可能是拿到的疗愈权利 或者是拿到了千年之约 然后呢 就开始接触了超级是密码的这个人生的旅程 那么呢 智驼也是一样是这样 那在接触了超马之后呢 到现在已经三年了 但是呢 智驼感觉到 接触超马的这三年来呢 好像过得比过去的三十年还充实 为什么呢 要拍手吗 谢谢 那为什么呢 智驼体悟到 原来过去呢 自己少了爱 在一个自己感受不到被父母所疼爱的一个环境长大 所以呢 因为想要去抓取 想要去得到这种爱 但是呢 你却没有去找到你这个人生的目的跟根源是什么 却走错了方向 想要从另外一种方式去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那其实呢 应该呢 是要怎样 应该要回到你的家庭 在父母之间当一个润滑剂 把父母的这个爱呢 把它给圆满起来 所以呢 当接触了超级生命密码 学习了地址规 了解到这个道理之后呢 智驼也不断的在家里里面营造 然后去转变 诶 终于哦 这个黄天怎样 不负苦心了嘛 对不对 但是接触了超级之后 你永远不会再苦 因为每天你就会觉得是一种挑战 是一种改变 那终于啊 后来呢 爸妈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现在啊在家里的都是怎样 你来我去 漏麻丹有去 对啊 像我们啊 爸爸妈妈在家 爸爸像妈妈都会有习惯自己盖被子嘛 妈妈爸爸妈妈也会自己习惯 盖自己的被子嘛 但是呢 现在爸爸多漏麻你知道吗 都会故意哦 跑去那个摸一下妈妈的被子 或者是像小孩子一样 这样冲上去抱着妈妈的被子 妈妈就说 哦 要死我死相 不要再一直来弄这样 所以说真的 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啊 就改变了 那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的内心有了爱 那我们的内心有了爱之后呢 去转变影响我们的家人 所以呢 在透过这样的超级的一个实修实练呢 不仅让家庭改变了 那么呢 我们人生啊追求的就是什么 家庭 再来是什么 事业 再来是什么 健康 再来是婚姻 没错吧 那在健康方面呢 过去啊 自妥啊 几乎每一年都会感冒一次 那一次感冒了 几乎会持续三到四个礼拜 但是呢 接触了超级之后 因为提升了自己爱的能量 那这种爱呢 在心中一直在回荡 夕阳的会感受到什么 幸福 对不对 会感受到内心会怎样 热热的 不是因为现在天气转热的 所以呢 当你感受到这样 热的一个爱的温度呢 现在呢 每一年到现在接触超级三年了 完全没有感冒过 那大家知道吗 你没有感冒 你就不用去看医生 你不用看医生 你就不用挂号 你不用挂号 你就不用吃药 没错吧 那你不仅省下那些药钱 你还省下去看医生的钱 你还省下那个开车出去的钱 你还省下开车出去看完医生 还要去买一杯红茶的钱 没错吧 你就少了很多的开销 那么呢 在财富的方面呢 终于皇天不富有心人 不再是苦心的 是有心人的 那在前年呢 又因缘机会 公司又派任我出国了 那这个出国呢 不仅让我的薪水增了两倍 而且呢 透过呢 超级生命密码里面的方法 让我呢 我的那个 去到的那个地方呢 如我所想的一样 早上起床呢 打开窗户呢 落叶吹下来 然后蝴蝶飞过去 然后虫在叫 鸟在鸣 狗狗在尿尿 都非常的可爱 然后感受到一个 非常圆满的一个劲 那再来呢 回国之后呢 一样继续实修实念 终于呢 在今年的四年呢 公司竟然提拔我为副主管 所以当我们人生呢 进阶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呢 就能体悟到 如同弟子规所讲的 责任的承担 是什么 成长的开始 没错吧 所以我们现在 透过呢 超级生命密码学习呢 当我们内心有爱 然后呢 了解到地指挥的重要 要做好人道 我们不仅能够去帮助自己 现在也能够怎样 帮助别人 因为呢 我们的一言一醒在别人的眼里 感受里都非常的重要 那最后呢 也因为自己的实修实练 还有导师 还有天地的一个祝福呢 终于也遇见了一位 非常好的一个对象 然后呢 准备在今年六月呢 踏入人生的另外一个旅程 所以呢 这份感动呢 往往同学都是因为 接触了超级生命密嘛 是不是三年当过去的三十年幼 但是我今年三十几并没有六十岁 也如同呢 应付了我们今年的这个六月份的一个课程呢 就是圆满爱 那我们的人生中呢 有爱呢 就能怎样 就如同呢 各位家人 还有各位来宾呢 我们一开始来的唱了这首歌 感动 那人生中有爱呢 你就会感受到新的富足 就会源自于什么 感动 那不仅呢 这一份感动呢 是存在自己的内心 那也邀请大家 真的能够敞开我们的心胸呢 去阅读这一本超级生命密码 那么呢 以上呢 是自作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